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南华早报》在7月18日发表了一篇揭露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女儿和女婿具有重大经济嫌疑的这么一篇文章 所以说一天之后这篇文章又被《南华早报》给撤销了 但是马云向栗战书发难以及向栗战书背后的习总书记发难 这件事它已经成为了事实 你想要抹也抹消不掉的 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在马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由《南华早报》的编辑擅自自己发表的 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因为什么 因为马云他是《南华早报》的大老板 这是他一个人管的 别人是不能插手这件事情的 假如你是《南华早报》的责任编辑 那么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政治头脑的话 你看到这一篇揭露栗战书家族的这么一篇非常敏感的文章 你就马上会意识到这篇文章它是一篇关系到马云身家性命的文章 它是一篇会给马云带来非常大麻烦的文章 如果你是责任编辑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向马云汇报一下就擅自发表呢 当然了 除了你是想故意陷害马云 故意要害马云一把 那是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们如果在排除了故意陷害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那么马云不知情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马云他发表中一篇具有非常爆炸性的文章 他的心思是什么呢 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分析一下 据郭文贵说 在7月17日到7月20日 是中国高层他们召开北戴河会议的一个高潮阶段 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各个参加北戴河会议的老领导也好 新领导也好 他们要讨论19大这个人事问题 栗战书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入19大政治局常委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人物 所以在北戴河这个会议上 这些新领导和老领导 他们肯定是要讨论一下栗战书 他这个入常的问题 就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问题 他们要讨论一下 栗战书 他合适不合适进入常委 或者是他应该不应该进入常委 那么讨论19大的这个常委的人选呢 他是只有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他们是才有资格讨论的 其他的一般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根本是没有资格讨论这些事情的 而且栗战书本人在这个问题上 他也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是说栗战书自己说我想干就干那是不行的 栗战书呢 他只能叫做服从党的安排 不管怎么说 栗战书啊 他要想进入政治局常委 肯定会有不少人反对的 那么反对栗战书 你肯定就需要一个理由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马云的南华早报 就非常及时的 非常恰如其分的 就提供了反对栗战书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理由 这个呢 就是栗战书的女儿女婿 他们有经济问题的嫌疑 按照中国共产党他的纪律啊 一位官员的直系亲属 如果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的话 那么这位官员本人呢 他也要为这件事情负责的 所以说教育好子女 管好子女啊 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一个责任 现在栗战书女儿女婿 有了重大的经济嫌疑 那么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规 栗战书他是有责任的 所以呢 反对派就可以恰如其分的 正好来利用南华早报这篇文章啊 来做文章 来作为反对栗战书 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理由 当然了 反对栗战书进入政治局常委 能不能成功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呢 马云南华早报这篇文章啊 就可以提供一次阻止 栗战书入常的这一次机会 所以呢 我们如果认为啊 马云发表这篇文章的动机 他就是意在阻止 栗战书来进入政治局常委 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呢 当然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这里只是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 马云他在南华早报上发表这么一篇震撼性的文章 他肯定不是那种毫无目的的 他肯定是有一个他内在的心思和一个内在的动机 好 这里分析完马云的心思以后啊 我们再分析一下习近平的心思 因为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他建国以来 第一次这么非常奇葩的一次会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往的这个党的全党代表大会上 他是只有一个核心的 可是这次十九大 他开天辟地出来了两个核心 所谓核心这个概念其实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说毛泽东是第一代核心 他本人呢是第二代核心 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 邓小平所说的核心啊 他并不是指法定的那么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他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具有比法定最高领导人更高权威的那么一个人 也就是说是一个事实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时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呢 当时候的总书记赵紫阳他就跟戈尔巴乔夫解释说 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才是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啊 像什么胡耀邦啊 赵紫阳啊 他们虽然名义上都是法定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他们不是核心 而相反啊 邓小平他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法定的 就是说第一把手 或者是法定的最高领导人 可是呢 邓小平他是核心 他是事实上的第一把手和最高领导人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同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核心啊 他和法定的最高领导人是不一样的 中共他规定啊 法定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就是中共总书记 他的任期啊 是十年 他这个任期是有限的 你过了任期你是要退休的 可是呢 核心啊 他是终身制的 你这个核心 他是没有退休那么一说的 所以邓小平 一直到死 他都是核心 1992年啊 当时88岁的邓小平 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 他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叫做男性讲话 这个男性讲话后来就成为 属于全党的指导思想了 那为什么邓小平他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他居然能够搞出一个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东西呢 这个就是因为邓小平他是核心了 这个核心是没有退休的 他是终身制的 邓小平死了以后嘛 这个核心呢就被江泽民给寄成过来了 后来胡锦涛他成为了法定的最高领导人 可是呢江泽民还是核心 胡锦涛他并没有成为核心 按照邓小平定的规矩的话嘛 那么既然核心啊 他是终身制 他是不退休的 那么江泽民这个核心 他也应该是终身制了 江泽民这个核心也应该说到死为止 他都是核心了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在2016年秋天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啊 习近平他又被就是正式确立为党的核心 这么一来呢 就是中共党内又出现了两个核心 一个老的是江泽民这个核心 一个新的是习近平这个核心 这样一来呢 其实这个麻烦事就大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核心 到底是江泽民这个老核心 比这个习近平这个新核心地位高一点呢 还是说习近平这个新核心 比这个江泽民这个老核心地位高一点呢 这个是完全是没有答案 如果平时啊 你没有答案也还问题不是特别大 可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就是说在十九大 他要确定十九大人事安排的这个时候啊 这个问题啊 就是凸显出来了 在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上啊 那么是江泽民 他这个老核心的发言权大 还是习近平 他这个新核心的发言权大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我们打个比方 假如啊习近平他提出 说是这个立战书 他应该进入常委 可是呢 江泽民反对立战书进入常委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最后是习近平说了算呢 还是江泽民说了算呢 所以呢 习近平他的心思啊 他就是设法呢 要在十九大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人事安排上啊 他要压过江泽民这个老核心 他要拿到最后的就是决定权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新核心啊 他要设法要压倒这个江泽民这个老核心 他要成为真正的最高的那么一个核心 不过呢 习近平他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最高的核心啊 他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支持者和拥护者 你一个人说了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再来看 在十九大这个政治局常委啊 他这个人事安排上了 发言权的 他当然只有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他才有发言权的 别人是没有发言权的 那么在前任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中间啊 比如说朱镕基 胡锦涛 温家宝这些人当中 那么有几个人会支持习近平成为最高核心 压倒这个江泽民这个老核心呢 那么在现任的常委中啊 有六个就是李克强 张哲江 于正胜 刘云山 王岐山和张高丽 那么这六个人当中 除了王岐山肯定会支持习近平之外 那么其他五个人 他有几个人会支持习近平来压倒江泽民呢 很显然吧 如果在这个前任常委和现任常委中 我们要搞一个投票的话 那几乎我们可以肯定 习近平他是得不到这个多数票的 这样一来呢 习近平啊 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了 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跟老领导我们平分权力 在十九大这个常委的这个人事安排中啊 老领导的人你占一半 我习近平的人占一半 这就是所谓的平分权力吧 这样一来呢 这个所谓要新核心和老核心的这个问题啊 是可以和平解决的 但是呢 这样一来的习近平 他又不能完全摆脱江泽民的控制 他还是要受到江泽民一定的控制了 所以习近平对这样一种选择啊 他心里肯定是很不情愿的 因为习近平啊 他是不希望继续再受到江泽民的任何控制了 如果习近平他不愿意跟江泽民分享权力的话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选择 就是我不按常规出牌了 我就避开投票的方式 我不用投票的方式 我自己设法来单独来 就是取得这个十九大政局常委人事的这个决定权 他不通过 他不征求或者不通过其他常委的意见 我一个人自己来决定 那么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 这个呢 反正政治上的事情 什么事情其实都有可能的 继续要看习近平 他怎么出牌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 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可是呢 次做清楚 再次查看 昨天小询 前年论 这次明天小语 就 b Senior amar